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讨论你们中许多人问我们的问题,哪种葡萄酒最适合泰国美食? 泰国美食与其大胆而复杂的口味而闻名,配对合适的葡萄酒可以增强您的用餐体验。 但是,由于可用的葡萄酒品种如此多,选择完美的配对可能会很具有挑战性。 因此,在此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将葡萄酒与泰国食品配对的一般准则,最好的葡萄酒品种,以及它们在一起工作的原因如此之高。 在深入研究特定的葡萄酒品种之前,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些将葡萄酒与泰国食品搭配的一般准则。 泰国美食与其辛辣、酸味、甜味和咸味的口味而闻名,因此选择可以平衡和补充这些口味的葡萄酒至关重要。 以下是在选择泰式餐的葡萄酒时要记住的一些技巧。 考虑香料水平 如果您的菜再辣的一面,请考虑将其与酒精含量较低且酸度较高的葡萄酒配对。 高酒精葡萄酒可以加剧热量,并使您的饭菜难以享用。 寻找高酸度的葡萄酒 泰国美食通常包括柠檬汁或醋等成分,这使高酸性葡萄酒成为一对良好的配对。 高酸度的葡萄酒可以帮助平衡食物中的酸味,并在两次叮咬之间清洁口感。 考虑果味葡萄酒 泰国美食的特色是一系列热带水果,例如芒果、木瓜和菠萝。 带有热带味道的果味葡萄酒可以很好地补充这些口味。 避免使用丹宁红酒 通常不搭配红肉、泰国食品,因此重型,丹宁红酒并不是最佳选择。 但是,如果您确实想喝红色,请尝试使用浅色的黑皮诺。 现在,我们已经涵盖了一般指南,让我们探讨最好的葡萄酒品种与泰国食品搭配。 1. 干rislings是泰国美食的绝佳选择,因为它们具有较高的酸度、柑橘味和矿物质。 这些味道可以补充汤姆、Yam汤或泰式餐厅等菜肴中的酸味。 2. 长香丝是另一种高级白葡萄酒,可以补充泰国美食的口。 3. 长香丝中的草丛和草本香料可以与泰国菜肴中的香料配对。 3. 吉拉德斯特米尼是一种中型的白葡萄酒,上面有花香和辣味。 这些口味可以补充泰国美食中的大胆口味,并与希腊菜肴中的热量形成鲜明对比。 4. 起泡酒可能是泰国食品的绝佳配对,因为它们的气泡可以帮助减少香料。 尝试干Proseco或Cover在两次叮咬之间清洁味觉。 总之,将葡萄酒与泰国美食搭配是一种有趣而令人兴奋的方法来增强您的用餐体验。 通过遵循这些一般指南并尝试一些最好的葡萄酒品种,您可以将泰国餐提升到全新的水平。 记住要尝试不同的葡萄酒配对以找到完美的匹配。 谢谢各位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请点击该按钮,订阅并打开通知。 与朋友分享此视频,我将在下一个见到您。 保持好状况。